自上次解锁的石器时代 我发现继续扩张领土 把墙壁升机成石头 可以出现新的工坊 在工坊前立马化为6枚金币建造一下 这两个工匠忙活了好待会儿 都会造好 起飞 是偷石器 现在可以对贪婪小妖造成大规模伤害了 当血液来临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吼叫声 但现在我感觉二岛已经发展不错了 所以想回一岛看看 主要是现在手里有钻石 可以去一岛解锁祭坛隐士了 十二好久再来一岛 发现曾经发发在这里已经有些破坏了 看来没有我的英明领导 他们过得并不好啊 再次出现的游灵塔 引导我感觉把王国修复一下 好暂时钱多 手里现在有钻石可以解锁隐士了 他房子旁边是靶子 比如说他能帮助我们 把弓箭塔再超进化一下 我以为这次来一岛是度假的 就竟然血液的时候 出现一个超大的碳栏 但我这边只有一个弓箭手 完蛋了 而且大的碳栏可以吐出很多小的碳栏 我这边的弓箭手为什么这么少 我估计是时间长了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造弓箭 让手里没加入的村民赶紧过来拿武器 保卫我们的家园 这马上就到村中央了 咋办呀 到最后遇到房间的时候 弓箭手多了几个 我赶紧有戏 但我这太慌张 这把弓箭塔升级了 这老是现在弓箭塔用不了 不过右边弓箭手来帮忙了 希望能挺住 完蛋了 该走弓箭 不过训练是 我再回头发现老怪已经没了 看来那个老怪只是血量多而已 我真的觉得一岛景色很美 远处是青年男女的雕像 进出青山绿水 我差点忘了 我们还带着一个影视呢 来来试一下圣经压箭塔 不过大家在圣经的时候 今天在村子左右门口的附近 街道比较好 我这造的中间根本用不着 还辛苦无量敲了一晚上 但这个剧情弓箭塔真的帅 当我往地图左边探索的时候 突然掉落了一个大家伙 我以为是流星呢 定睛一看是一个市旧 好家伙两个钻石就可以解锁 从此之后咱们又有了一个 帅诈的坐机呀